16号的上午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召开了 台东县109年度社会救助总清查作业 即急难救助说明会 新的年度因应基本工资的调长 多元成家以及明年1月底 迎接农历新年的情况 各承办公所的人员 109年社会救助相关规定已经进行了说明 也提醒民众及早准备相关的资料 把握申请的时间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于16号上午召开台东县 109年度社会救助总清查作业 即急难救助说明会议 由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曹建秋清零主持 邀请各厢镇市公所承办人员参与 就109年度社会救助审核规定修正内容予以提醒及说明 县府也表示 10月1号起公告受理109年度社会救助申请案件 提醒民众检据应被文件 向户籍所在地公所进行申请 我想每一年度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所谓社会救助的四项总清 那所谓的四项总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还有那一个中低收的身心障碍 的生活补助 那另外就是一个中低收老人的生活补助 这四项的那个申请案 从10月1号开始受理申请第一线服务的村里长跟村里干事 如果知道我们辖区内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上比较困难的这一些家户 那也可以就鼓励他来申请 因应基本工资调账109年度基本工资将以23800元核算 社会处也特别指出若于10月至12月期间申请者 申请今年度社会救助金仍以23100元核算 明年度春节于1月底开始 为协助申请者与农历新年前夕申请救助金 社会处也呼吁各单位于1月10号前完成作业 提前作业的部分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可以尽少拿到这样一个生活补助金好过年 那所以我们特别拜托公所在这次总清里面加速一个作业流程 那希望能够在明年的1月10号之前把所有的清涉都送进来 以便让我们本府来做拨款的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可以在1月10号之前送进来的话 我们预计是在1月15号之前或者是20号之前 来把109年的生活补助金拨到民众账户里面去 让大家好过年 因应今年度通过司法院是自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后 县府社会处也表示家庭申请依规定合计与办理 是 多元成家的家庭呢 一样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 那家庭里面的成员是一个共同生活负的概念 因此我们也会把它纳进来当作一般的家庭人口来激烈 社会处表示109年度社会救助申请案件 于10月起开始受理 提醒民众尽速备齐文件进行申请 若有一问可洽村里干事 或在地乡镇市公所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导